这个五秒就能换完尿布的全职奶爸 表面上是性格随和的老好人 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被捣乱的小混混泼了一脸果汁 都不敢反抗 然而实际上 单是隐匿江湖的顶级杀手 18岁就参军还进入了特种部队 在和能干的妻子结婚后 就定居在了郊区 从此不问世事 然而就在他某次带娃逛超市的时候 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正要给小儿子买冰淇淋 一个大汉突然飞扑过来要给他一拳 幸好丹眼疾手快 刺客的拳头落到了玻璃门上 紧接着又是一把飞刀袭来 丹只能献计刚买的纸尿布 和刺客在超市搏斗了起来 小儿子差点就被爸爸摔在了地上 还没心没肺的大笑 丹见他们还不罢休 商量到要不先让自己把孩子放下来再打 刺客直接一脚踢过来 丹只能徒手和他过招 眼看刺客越来越过分 对刚出生的婴儿都敢下狠手 丹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三两下就将刺客揍到了超市货架里 附近来买菜的邻居们都看待了 丹还非常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纸尿布 轻松地在众人的注视中买丹 丹一路开车狂飙回家 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墙 找到了暗格的按钮 拿出了曾经作为杀手的装备 还有大量的美金 丹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线人 请求他快速伪造自己一家五口的身份 现在仇家麦克已经找上了门 丹要是还想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 必须得带着一家老小丹家 到拉斯维加斯避难 丹绿先去找了高三的女儿 不找不知道 一找下一条 女儿背着他们偷偷辞掉了编辑的工作 在运动场组织了另一个研究传播学的社团 儿子更离谱 跑到了同学家的仓库开启了游戏直播 还骗丹和妻子自己每周都去国际象棋俱乐部 女儿妮娜带着丹找到了儿子 自己则幸灾乐祸在旁边看戏 丹现在有了儿女们的把柄 威胁他们现在要去找妈妈 并且表现出全家要去拉斯维加斯的兴奋 丹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开始说服妻子 妻子被这个惊喜砸得一脸猛逼 事实上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会去游乐园坐旋转飞车 妻子已经腻了 但旅游的计划实在太过突然 他还想要好好筹备一下 结果丹说一切准备就绪 一家五口人顺利坐上了车 从后视镜中 丹已经发现了跟踪他的仇家们 一边用谎言安抚家人们 丹开到了一个车库 用起重机升起了车 和妻子们说要换车油 实际则是拿掉了监控器 不仅如此 他借口要让大家摆脱科技的束缚 强行夺走了全部的手机 在一家老小的震惊中 然后用力抛进了海里 这样仇家们就不能定位他们的信号 妻子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 没了手机 他们该怎么到达目的地 丹直接沿路找了一家旅行社 掏出了他的至尊VAP黑卡 于是他们顺利开始了这次旅行 沿路到达芝加哥的时候 几人稍作休息 丹在厕所里练习和妻子坦白的话说 这是儿子的游戏粉丝 认出了他是网络上的大主播 要求和他合影 丹回来时正好看见这一幕 心知大事不妙 果然粉丝将合照发布到网络上后 刺客组织迅速闻风而来 单调大家人们耳机里的音量后 踩下油门 沿着高速公路和刺客们上演速度与激情 一群摩托车机车党想要敲碎他们的车窗 被丹用小儿子的奶瓶抱头解决 外面的纷争完全影响不到车里的宁静 丹甩掉了全部刺客后 妻子匆匆惊醒 丹解释到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坑 妻子并未发现什么端倪 又是飙了一晚的车 等家人们睡醒后 居然发现已经到了爱福瓦 女儿一直梦想的大学就在附近 可惜妻子一直不同意 更希望她能申报本地加利福尼亚大学 丹决定带着一家人来参观这所大学 妻子不明白丹为什么转变心意 因为在此之前 丹和她一样反对女儿报考这么远的学校 恰好这天是校庆 学校里到处都很热闹 一个男孩喊住了妻子 问她要不要挑战倒立喝啤酒 结果一转身她还抱着娃 男孩瞬间有点尴尬 妻子直接大手一挥 将娃交给了女儿 在众人的欢呼中挑战成功 女儿觉得自己的妈妈帅爆了 事实上妻子曾经是国家跳高运动员 只是后来膝盖韧带锻 这才不得不结束运动员生涯 丹没想到仇家们能这么快就追上来 和刺客在实验室打了起来 一门之隔的妻子和儿女们 正在听导游讲解 丹将实验室破坏干净后 又故作轻松地回到妻子身边 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 女儿这时去找了自己的网恋男友 原来她一直想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就是不想和男友异地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编辑梦想 转而去学传播学 只是女儿没想到 竟然正好撞上了出轨现场 她伤心地回到车里 老父亲丹轻声细语的安慰 在女儿委屈时 突然恶魔低语 悄悄教了她一个报复渣男的办法 能让人感到极度疼痛 却又不会造成什么永久伤害 女儿当即回去找渣男 上来就是一套组合犬 还拍下了渣男最痛苦的图片 瞬间神清气爽 丹后来重新问了女儿 是否还要继续做一个记者编辑 女儿沉默了 丹表示她很有天赋 不管她怎么选择 作为家人 丹和妻子都会非常支持她 丹又带着一家人继续上路了 这次他们来到了一座旅馆 能够进行短暂的休息 丹决定和儿子也谈谈性 儿子更倾向于做一个游戏主播 丹问他为什么不向父母坦白 儿子解释是因为不敢 父母总是觉得他打游戏是在浪费时间 但他喜欢做网络主播 有千万的粉丝支持他 不像在现实中 太过于腼腆 丹和儿子于是约定了一场游戏比赛 如果儿子赢了 就能继续玩游戏 输了就听父母的 可惜儿子根本不知道 老父亲是个国家特工 这种程度根本难不倒他 三枪定胜负 儿子通过自己的实操经验 很快反击回去 但在第三枪的时候 还是被老父亲偷袭 输了比赛 不过丹还是答应了儿子 让他继续玩游戏 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热爱和享受 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丹定下了高级餐厅 暗中找线人拿到了武器 和妻子单独去了约会 叮嘱孩子们待在家里 结果丹前脚刚走 孩子们后脚就去了电玩城 正巧附近有一场电竞比赛 儿子欣然报名参加 还拿到了冠军 等丹和妻子玩了一圈回酒店后 仇家也终于动手了 丹站在落地窗前 一个红点落在他身下 下一秒玻璃接连被打碎 一排子弹对丹进行人体描边 仇家直接绑架了妻子威胁丹 丹没办法只能放下武器 反手扔了一把小刀插死了刺客 妻子惊恐不已 丹想要解释 但妻子根本不想听 连忙出门去找孩子们 此前丹一直都在思考该怎么解释 现在不用解释了 他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追杀中 丹提前赶到了电竞比赛现场 匆忙拉走了还在领奖台上的儿子 女儿不解 丹说因为他的前同事想要杀了他 他以前的身份就是个秘密杀手 女儿听了哈哈大笑 直到背后响起枪声 这一家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甚至眼睁睁目睹了 一向老是本分的爸爸 亲手杀了一个追杀者 枪击扰乱了四周的人群 丹带着一家人趁乱逃走 之后在酒店向妻子坦白了一切 包括他的身份和仇家 在当特种兵杀手的时候 丹干掉了不少腐败分子的大官 还有违法犯罪的恶毒 现在迎来报复并不稀奇 而女儿们都惊呆了 询问丹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丹给每人发了一本护照 上面是他们的新身份 但大家都不想接受 他们非常排斥丹的欺骗 还一骗就骗了18年 而且丹的本名还不叫丹叫做肖恩 第二天妻子就带着所有人离开了丹 尽管丹说这样并不安全 妻子仍然固执己见 联系了一个新的旅游公司 结果刚上飞机就被绑架了 丹只能被迫接听曾经上司迈克的电话 束手就擒等着审判 他带着手铐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最顶层 开口对迈克叫了一声爸爸 旁边的儿子都惊呆了 没想到最终BOSS竟然是自己爷爷 女儿也很震惊 因为从丹描述中 他服务的上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只有妻子一脸淡定 丹直接问迈克到底想要做什么 爷爷说要他继续回来做杀手卖命 丹不答应 爷爷派手下拿枪对准了妻子 丹没有选择 为了家人们的安全只能屈服 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丹 妻子在下楼梯时 趁着给小儿子换尿布 直接干翻了保安 一巴掌把他推到了楼下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枪 重新回到了顶层 丹同时也在自救 等妻子赶过来时 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楼层 此时迈克又重新带人包围了拐 丹让家人们躲到了顶层 并用无人机提示他敌人的位置 丹在楼梯里装了炸弹 解决掉一部分人之后 他和迈克的手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顶级杀手的预判 加上儿子视野的助攻 让丹简直如有神助 一步步干掉了所有的人 来到了迈克面前 与此同时 天台的妻子也和女杀手进行殊死搏斗 女杀手曾经暗恋着丹 对妻子非常不满 他一直挑衅着妻子 觉得对方根本不可能打败他 可惜大意了就很容易翻车 妻子跳高虽然失败了 但他投标非常准 直接命中了女杀手的心脏 几人匆匆赶到丹和迈克的决斗现场 爷爷已经拿枪对准了爸爸的脑袋 女儿开始劝说爷爷 放弃这种冷血的想法 爷爷不屑一顾 觉得小女孩太过天真 但其实女儿只是给丹争取时间 就在迈克转头的一瞬间 丹捡起了地上的钢管 敲晕了迈克 这一切终于解决了 警察将这个主导了 无数刺杀的犯罪组织绳之以法 单一家人总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郭达曾是一名特种兵 几年前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 遇见敌方偷袭 郭达的队友全部身亡 为了报仇 郭达不顾长官的命令 擅自在居民区找匪徒复仇 结果由于找错了复仇对象 直接被带上了军事法庭 同时还诊断出他患有攻击压力症 为了逃脱军事法庭的制裁 郭达奋力从医院逃走 从此混迹在街头成了一名流浪汉 郭达在小巷子里认识了女孩依莎 两人在冬天共享一个纸箱 不料这天却遇上了两个地痞 他们来巷子里收保护费 依莎劝郭达不要动手 可为了保护依莎 郭达还是和两人打了起来 长久的流浪生活让他维米不振 很快就被打得浑身是血 但他找准时机推开一个地痞 然后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逃跑过程中郭达为了躲藏 随手撬开了一栋房子 等到危险过去郭达才发现 这间屋子暂时无人居住 于是他就在这睡了一夜 醒来后他先是久违地洗了个澡 然后把头发打理清楚 收拾妥当后郭达打开衣柜 为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紧接着郭达开始观察起屋子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串车钥匙 突然墙上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有人给坐机留言 因此触发了自动回复 在房主设置的留言中 他说自己去纽约出差 10月1号之前都不会回来 这让郭达心里输了一口气 随后他又看到门口的信件 略一番找竟然找到了信用卡 信件上还带有信用卡的密码 郭达心想 自己的好日子这不就来了吗 但同一时间 依莎的日子却不太好过 他被小混混找到 并且被威胁着带走 郭达则是跑到自动取款机取钱 重启人生的郭达买了瓶好酒 在大街上边走边喝 没多久他就溜达到了救济站 往常他和依莎都在这拿食物 他询问分发食物的修女 今天是否看见依莎 修女却震惊地看着郭达的行头 问她是不是去打劫了 甚至做事就要报警 郭达却说修女是个好人 把手里的500英镑全给了她 然后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修女拿着钱回到教会 她纠结再三 还是拿着钱找到院长 她本想将钱全部捐给修道院 还说了自己对于郭达的成见 经过院长的开导 修女最终决定拿这笔钱 去买一张芭蕾舞演出的门票 这是她最爱的芭蕾演员的告别演出 仅剩的一张跳正好是500英镑 而此时的郭达刚从噩梦中惊醒 从战场回来后 她总是失眠 还时常梦到战死的队友 只有酒精能够缓解她的情况 恍惚中她看见了满屋子疯鸟 还有被她误杀的平民 恍惚结束后她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于是她只能找到修女 希望对方为自己开一些消炎药 原来是前些天癌的揍 导致她就伤复发感染 修女也只能为她拿来药物 直到这时 郭达才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她也完全忘记了500英镑的事 同时修女告诉她 自己从未再见到依莎 但她会帮郭达继续寻找 郭达递给修女一张联系方式 让她如果遇见依莎 就让依莎给她报个平安 第二天起 郭达开始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很快她就收到了依莎的留言 依莎告诉郭达自己很好 出于抱歉 她让郭达别再找她 但事实上 依莎被地皮卖到了红灯区 每天都要接待客人 郭达听到留言放下了担忧 郭达认识到 住在这里并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她找了一份帮助的工作 还剪掉了房主的信用卡 不再依赖房主的钱 平常还会经常锻炼 力求恢复体能 这天餐厅里来了几个闹事的人 服务员让郭达去摆平麻烦 郭达先是礼貌地拜托客人们结账 除了餐馆几人还在挑衅郭达 看对方手脚不干净 郭达忍无可忍地反击了回去 一个人只凭三拳两脚 就把几个大汉全部摆平 店里的老板被郭达的身手折服 直接把他推荐给当地华人黑帮头子 从此郭达就开始了新工作 主要是收保护费和运动 开始工作前 他先来到了女儿的学校 看到女儿郭达也不敢上前相认 只敢坐在车里 远远地看一眼老婆孩子 替黑帮做事后 郭达下手又快又狠 十分受老板的赏识 这也让他挣下了不少钱 于是他第一时间点了45分外卖 然后送给了修女的救助站 他一边干黑活一边做膳事 流浪汉们都开始称呼他为疯狂乔医 但郭达也逐渐反感起黑帮的做派 这天郭达到便利店去见老婆 但老婆看到人模人样的郭达 却是十分气愤 他斥责郭达不只是战场上的逃兵 更是家庭的逃兵 他和女儿过得那么穷苦 而郭达却过得那么好 郭达文言塞给妻子一大笔钱 并且承诺妻子 这钱将来还会有很多 并且表示以后会越来越多 说完他就离开了便利店 几天后就是感恩节 他给修女送去许多礼物 还有一条连衣裙 修女找到郭达想要退回裙子 而这时他正在街上烤肉 他本想在这里请修女吃上一顿 不料修女还带来了依莎的死讯 依莎被嫖客杀害 并且直接把尸体丢进了河里 郭达看似云淡风轻地询问起细节 修女把所有线索都告诉给郭达 同时劝郭达找警方解决 深知警察尿性的郭达没忍住愤怒 当场就掀翻了桌子 修女也愤怒地指责他帮忙贩毒 事后郭达向修女表达了歉意 并且让修女找警方施压 而他自己则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修女拿出500英镑想要还给郭达 自从花了郭达的500英镑 修女一直心神不宁 于是他让妹妹帮忙 便卖了所有自己的东西凑到了500英镑 他知道郭达不记得这事 但还是决定把钱还给郭达 修女离开时 郭达追上他希望他能带走裙子 修女推辞不过 也只能带走 第二天郭达越想越气不过 一入夜就回到当初的巷子 守住带兔地等着两个地平 对方见识不对直接亮刀 郭达则是掏出一只勺子 两人根本不是郭达的对手 他轻松地打翻两人 先踢死一个 再拿勺子威胁黄毛提供线索 黄毛也不知道那个嫖客是谁 只告诉郭达 嫖客右眼带霸 打扮得像是个金融精英 听他说完郭达也如约放过了他 离开时还给流浪汉们撒了许多钱 于是他写信邀请修女来观看摄影展 并且表示会在那里告诉他 关于杀害依莎的凶手的线索 修女穿着郭达送的裙子 如约来到摄影展 郭达看到修女 竟然直接受到了美貌震慑 微醺的修女也向郭达吐露了心声 他从小就喜欢芭蕾 却被父亲逼着学了体操 郭达接住了摇摇欲坠的修女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了起来 他把得到的情报告诉修女后 修女转身就离开了展览 这天郭达照例去收保护费 结果老板却耿着脖子不给 还扬言要去见郭达老板 眼见对方软硬不吃 郭达直接把老板放倒 然后抢走了对方的钱箱 这一举动直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意识到郭达还是个逃兵 于是立刻开始了全程搜捕 当警方找到修女询问时 修女却为郭达撒了谎 当晚逃过警方追捕的郭达 来找修女询问依杀案件的情况 修女却告诉郭达 警方认为他们对凶手描述太过笼统 警方已经放弃了调查 郭达让修女送他去教会 路上修女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故事 原来他之所以成为修女 是因为小时候遭受了教练的侵犯 在第18次他反杀了教练 又因为年纪太小而免于牢狱之灾 只是把他送去教会做了修女 他从此将芭蕾和信仰当作寄托 遇见郭达后的悸动让他难以处理 于是请求院长把他送去非洲做慈善 郭达找到自己的真正老板 以无偿做打手为代价 换来了杀害依杀的凶手的信息 而凶手最近要参加的一个活动 则就在后天 第二天一早郭达就约出了修女 他让修女帮自己拍几张照片 郭达想选几张好看的留给女儿 他希望女儿能够记得自己 修女很擅长捕捉郭达的小动作 听到这话他郭达将照片也给他一份 就当留个念想 郭达这才知道修女明天就要离开 两个人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直接回到家里干柴烈火了起来 而此时房主正好回家 他发现家门被反锁 而通过门上的投地口 看到了正在穿衣服的修女 郭达带着他从消防通道逃走 郭达想带着修女远走高飞 但修女却劝他不要意气用事 修女邀请郭达 今晚跟他一同观看芭蕾表演 郭达并未答应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到了晚上 他先是来到前妻家门口 把照片和钱都留下之后 孤身来到凶手所在的晚会 而修女却期待着郭达能来陪他 却始终不见人影 只好自己独自入场 郭达却很快在酒会中找到凶手 他表明来意后 直接就把人从楼上丢了下去 然后名枪威胁之后匆匆逃离 修女独自看完了演出 出来后却看到躺在路边的郭达 两人在街头互诉忠常 也互相做了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当修女出发时 他收到了郭达送的照片 并且还有一封书信 郭达表示自己已经将钱还给了房东 还多留了一些当作房租 他将黑帮的犯罪资料交给了警方 完成所有该做的事情后 郭达选择回到街头 而暴露在大众视野的他 也很快地被警方逮捕归案 一只脏兮兮的小狗 叼着一只塑料带蜜蜂的人类断纸 目的明确地奔向了停在路边的警车 在引擎盖上 他向里面的警察展示着鲜血淋漓的手指 这让那些警察艰难地咽下嘴里的食物 警察猜想 这只狗好像有什么消息要告诉自己 在确认那是一截人类断纸后 他们直接跟着狗狗破开了一户居民的后院 一进来就听见争吵不断的狗叫声 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身经百战的警察都觉得震惊不已 那是一个巨大的狗龙 在狗龙里面 除了十几只流浪狗以外 还有一个满身脏污的男孩 根据手上的伤 那阶段只应该就是男孩的 警察通过男孩的头发和身体状况 他们推测男孩在狗龙里面已经生活了好几年 而等到警察闯进屋子里 里面的父亲正和大儿子紧紧相拥 他们手里还有一把长枪 而这一切都源于手持长枪的男人 是他造成了这个悲剧 在这个家庭里 每天只有打骂声和哭喊声 而这个父亲以斗狗为生 所以院子里才关押着大量的流浪狗 为了让这些狗保持着争强好斗的本性 每次 父亲都会和自己的大儿子拿着少的可怜的食物 来到狗龙面前晃悠 他们会对狗狗们进行饥饿训练 让他们保持着捕杀的天性 而男孩道格则心地善良 他会把食物偷偷地藏在口袋里 然后拿出去喂给狗狗吃 这一行为 也让心里扭曲的哥哥发现 他直接在饭桌上告状 说弟弟会把口袋里面装满食物 然后去给狗狗们吃 说完他还向着耶稣发誓 很难想象 这个扭曲的家庭居然信基督教 尽管母亲苦苦哀求 让父亲不要在饭桌上做这些 但是暴躁的父亲 还是一把拉扯住男孩道格 把他像抹布一般扫清了桌上的饭菜 然后拖拽着 把道格直接扔进了狗龙里 从此以后 他就要与这些狗狗为伴 这些狗就是他的家人们 就这样 道格在狗龙里生活了好几年 平日里就吃狗吃的东西 而等到了寒冬 他也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被褥来进行保暖 这天忍受不了的妈妈决定离开 他在临走前塞给了道格好多罐头 嘱咐他尽量藏好 找个地方买起来 不要让父亲和哥哥发现 而在临走前 母亲向道格道歉 说着妈妈爱他 但是自己忍受不了 留给道格的就是一个离开的背影 而在母亲离开后不久 一窝小狗就出生了 哥哥发现了这些小狗仔的出现 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路一样 他立刻忽视了弟弟的求救 叫来了父亲 父亲拿着被捕时的那把长枪 而道格像野兽一般嘶吼着 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父亲却无视了儿子的想法 我觉得开了一枪 这一枪直接击中了道格的脊椎 让他从此瘫痪 而一旁阴险的哥哥 阻止了父亲过去施救的行动 劝走了父亲之后 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祷告 扔下了一个手帕后转身离开 受伤的道格 忍着疼痛扭下一截手指 他告诉自己的家人 叼着这袋子 去找杂志上的警察车 这也就发生了电影开头的一幕 在后来道格的父亲选择了自杀 而哥哥被判入狱 从此以后 道格被送到了福利院 他终身与轮椅为伴 医生告诉他 如果要强行站立 那枚子弹会越发地压迫脊椎神经 这会让脊髓液倒流 也就是说道格每站立一次 离鬼门关就更进一步 而在福利院的这段时间 道格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光 在这里 萨玛尔教会了他化妆和表演 并告诉道格 如果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 那就去扮演别人 不过后来 萨玛尔离开了福利院 去了百老汇 在舞台上 在百老汇里 他绽放光彩 成为了一线明星 后来 长大的道格坐着轮椅来 百老汇看演出 萨玛尔的表演让他震撼 他来到后台和萨玛尔见面 把自己这些年积攒下来 有关萨玛尔一切新闻简讯 所制成的首帐送给了他 也是在这时 道格见到了萨玛尔的丈夫 还被通知 如今的他 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 而道格只能强称地笑 送上客气疏离的祝福 回到家里的道格情绪爆发 锤打着自己站不起来的双腿 甚至扔掉了 赖以生存的轮椅 而这一刻 只有狗在关心着他 安慰着他 与此同时 麻绳专挑戏处断 命运折磨苦命人 道格工作的流浪狗 救助中心即将被取缔 意味着他将失去工作 和赖以为伴的狗狗家人 后来 他去找了一幢废弃的大牢 在里面安置了所有的家人 这里没有房租 能够省下一大笔开销 道格开始四处找工作 可是由于残疾 他接连碰壁 最后 道格在一家歌厅 找到了一份歌姬的工作 他强撑着身体 站立在舞台上 感受着子弹一寸寸的进入脊髓 不过他不后悔 他凭着全力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一刻 他的身体完成了蜕变 而白天他是舞台上要演的歌姬 等到深夜 他就是都市中杰富济贫的狗神 带着狗狗军团承恶扬 勇斗敢抢到自己头上的混混 这天晚上 一个男人拿着手枪闯进了道格居住的废弃大楼 叫嚣着要他把保险箱交出来 还说着不要逼自己向残疾人开枪 为了不受伤 道格淡定地说出了保险箱的密码 打开保险箱后 里面是一箱子昂贵的珠宝 而就在劫匪满心欢喜地收割财富时 一只狗狗突然出现 那劫匪不屑一笑 说着这只狗很可爱 道格礼貌地道歇 而看着如此淡定地受害者 那男人好像觉得有些不对 这时 那身旁 沙发背后 以及大楼中废弃的孔洞中 在道格汤匙的敲击之下 获得暗号的所有狗狗一拥而上 一口直接咬断了劫匪的双手 无数狗狗蜂拥而上 对于如此血腥的场面 道格只是平淡地转了一下头 心中感叹 兄弟 你抢错了人 而第二天 更多的劫匪涌入了这栋废弃大楼 甚至还有那匪徒的老大 一袭红衣的道格穿上辅助战力的器具 准备和这些人来一场硬仗 他拿上自己的枪线 而此时 遍布大楼的狗狗大军也随之出动 一个黑人小弟看到了墙面上的一个狗洞 想要通过这里深入道格的家中 可是刚探进去一个头 他就和一只狗狗撞上了面 最后直接被硬拖了吞了进去 而另一个小弟看着躲进死胡同的狗狗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却不想一堵墙的背后 站着的正是拿着枪的道格 轰的一声枪响 劫匪团伙再次被消灭一人 而其他的狗狗则引诱着另一个劫匪 一步步掉入陷阱 然后再由道格补枪 甚至于补兽家都被道格利用的淋漓尽致 狗狗们又迎来了一顿饱餐 最后整个劫匪团伙只剩下了黑老大一个人 他疯狂地扫射大门 而道格则一瘸一拐地回到房间 此时他压制住疯狂跳动的心脏 倒着美味的红酒 听着黑老大威胁自己往哪里跑 道格冷静地面对 因为他知道 此时黑老大的手枪已经没有了子弹 他冷漠地告诉对方 看样子 这回跑不掉的是黑老大本人 紧接着 无数狗狗蜂拥而上 风卷残云之下 整个团伙被道格一家团灭 而如此大的动静也吸引了警方的观众 最终 道格因为杀人而被捕入狱 在监狱中 他遇到了心理医生依福林 他把自己的过去 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这个单亲妈妈 并告诉依福林 自己并不怨恨母亲的懦弱 而她的离开或许还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她知道母亲是爱自己的 而依福林和自己有着共同的伤痛 道格告诉依福林 如果一个孩子 没有一个能够守护自己的母亲 那么她的童年就会和自己一样 悲惨无助又痛苦 而道格的一番话 让依福林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她小时候和道格一样 被母亲抛弃 现在 她在生活压力和前夫的骚扰下 也想过抛弃自己的女儿重新生活 可是经过和道格的对话 依福林决定要做一个和母亲不一样的女人 她要守护自己的女儿 在后来 被道格视为家人的狗狗们涌入警局 先是夺走了监狱的钥匙 然后再由一条戏狗越过重重的监牢门路 把钥匙丢给了穿戴整齐的道格 而此时的道格坐着轮椅滑到了门前 她艰难地站起身 一步步地走向自由 她的步子迈得缓慢又坚定 每走一步 道格体内的子弹就更深入脊椎一分 每一步都在走向死亡 最终 她走出了警察局 来到了门外的教堂楼下 她仰望着高耸在塔间的十字架 这一刻 她的身影和十字架重叠 道格就像受难的耶稣 她没有感受过真正的 来自人类的爱 就像耶稣最后受难一样 最终坚持不住的道格倒在了地上 她的影子叠加在十字架上 充满了讽刺与救赎 她能清晰地感受着自己体内生命的流失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 而此时 她的狗狗家人们像信徒一般围在道格的身旁 就像那真主的翅膀一样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道格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 就像导演吕克贝松最后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没有超级英雄 能救自己的 只有自己本身 而道格就像一只没有被邪恶驯化的小狗 他不遵从人类社会的法则 他只想守护自己与家人 就算没有感受过来自人类的善意 2023最新动作爽片 蝶之星震撼上线 由神奇女侠盖尔加朵主演 全程高燃无尿点 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天 司通是军情六处的数据专家 这天的任务过程中 由于系统出现半了 身为文职人员的司通 第一次参与了外情抓捕行动 但就在帕克成功抓住目标军火伤时 他们的耳机里却传来陌生的声音 耳机里的女生责怪他们行事粗鲁 司通立刻警觉地四下张望 正好看见一个女孩向他敬酒 等司通再一眨眼 神秘女孩就不见了踪影 此时军火伤的援军包围了山顶 帕克只能独自用缆车押送犯人 可山上的小羊用望远镜一看 就发现援军也来到了山脚 小羊想赶在敌军之前救下帕克 但司通却不小心挽了脚 只能让贝利带着小羊先行下山 贝利的车前脚开走 司通后脚就若无其事地站起身 戴上耳机联系到特许局 他的同事杰克只用两秒 就为他规划出了最快的下山路线 司通翻过栏杆在雪地上滑行 顺手拿走一旁的降落伞 紧接着跟随系统路线 在临间小道急速飞驰 面对巨大的山谷断崖 司通一扯降落伞就飞了起来 但很快一条电缆拦住了他的去路 救援计划的成功率直接开始暴跌 但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司通 只见他抓住缠绕的绳索 顺着电缆就开始滑行 此时的缆车里也开始了打斗 帕克一度落入了下风 而贝利那边也遇上了挡路车 军火商的援军越靠越近 时间是一秒都不能耽误了 司通瞄准了一旁的雪地摩托手 直接一个漂亮的迫降 正当摩托手以为自己的春天到来时 司通抢了摩托就往山下冲 此时杰克提醒司通 前方会遇见贝利的车 让他注意躲避以此隐藏身份 于是司通扭头就拐进了小路 此时军火商的援军已经到位 他们架好了狙击枪 第一枪没有命中 正当要开第二枪时 司通直接用车撞翻了狙击手 在系统的支持下 司通手脚麻利地干翻了全部援军 帕克也在此时落地 司通赶紧隐藏好自己 贝利和小杨很快也赶到现场 却没有发现一个援军 正当他们以为这次行动大获成功时 却发现军火伤口吐白沫 看来是自己服用了情话物 这次任务只能宣告失败 几人果然被领导教训了一顿 还要对此次失败做出书面检讨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 任务失败的几人在饭馆里庆功 小杨甚至安慰起司通 聊着聊着贝利就提起了特许局 据说这是个神秘的组织 专门主动帮各国政府稳定内政 但他们的行动都隐藏得很好 甚至没人知道特许局是否存在 对这样的话题司通似乎并没兴趣 谎称不舒服就提前离开了 但实际上 他在店外注视了好一伙同伴 因为司通就是特许局的人 这是全国性的超级间谍组织 他们只为维护世界整体的和平而战 司通能够进入军情六处 也是特许局安排好的 他们拥有王牌系统迭新 他时刻监控着世界上每个人的动向 同时可以随时黑进所有系统 堪称网络上的万能钥匙 通过迭新的情报司通得知 宴会上的女孩名叫凯亚 八岁父母双亡后被富豪收养 她是一个计算机天才 但大学毕业后却和富豪闹烦 同时司通的领导提醒她 不要和军情六处的队友走得太紧 因为她本质上并不隶属军情六处 回家后司通就接到了贝利的电话 原来特许局将凯亚的信息泄露出去 军情六处很快就给他们下达任务 去西班牙抓捕凯亚 抓捕行动在夜晚开始 小杨是第一次出国 开心地拉着大家一起跳舞 司通推辞不过 被帕克拉着一起跳了起来 但突然从窗外飞进一个烟雾弹 帕克当场被炸晕了过去 司通及时联系上特许局 捷克告诉她 屋外有一队人准备 眼下司通最该做的事就是逃跑 小杨和贝利很快就和敌人爆发枪战 小杨担心司通的安慰 试图用火力压制给司通逃生的机会 可当逃出升天的司通得知 他的队友们没有一点活命时 又义无反顾地回到酒店 这时的小杨已经被敌方控制 但司通凭一己之力干翻了一群杀手 从枪林弹雨里带走了另外三人 杀手反应也很快 立刻驾车试图拦截司通 但司通的车技出神入化 最终在广场上甩掉了追踪的车辆 下车后大家追问起司通的身份 菜鸟文之特工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他们一时分不清司通的立场 司通解释说他们立场相同 但贝利很快像玩笑般问他 你不会是特许局的人吧 司通不想欺骗朋友 只能委婉地承认了一切 没想到他刚承认 一直不说话的帕克开了口 同时掏枪杀了小杨和贝利 原来帕克一直在寻找特许局的线索 现在有了准信 那其他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司通怒不可遏地和帕克扭打起来 但没想到意外中了帕克一刀 这个心机男孩在匕首上抹了麻醉药 司通很快丧失了行动能力 而帕克也趁机给他注射了定位器 他想要掌握蝶心 为此笼络了电脑天才凯亚 从军火伤开始 一切都是帕克设好的陷阱 因此当司通在特许局醒来时 第一时间取出了定位器 但还是晚了一步 凯亚成功黑进了特许处系统 司通提醒杰克 他们必须立刻关闭蝶心 但杰克和领导却认为 事情没这么严重 同时领导因为司通的身份暴露 只能把他踢出特许局 紧接着特许局的首脑也发起会议 原来帕克参与了几年前的中东战争 当时他只是个临时工 身份信息并未被记录在侧 而军情六处的人被敌方尽数处决 因此特许局为了防止敌人拿到军火 直接向当地投射了导弹 这一下误伤了帕克 才让他对特许局怀恨在心 另一边的司通来到贝利家中 他抱着贝利的猫咪痛哭出声 也下定决心要为队友报仇 司通很快通过系统记录找到凯亚 他发现凯亚的位置竟然位于西非 那里是蝶心系统的核心所在 有一辆飞艇专门运在蝶心 他常年在平流层上匀速飞行 得到消息的司通立刻行动起来 但此时的帕克二人也做好了准备 凯亚黑入了特许局系统 飞艇将在半天后下降到平流层 到时候就是他们带走蝶心的时间 凌晨的特许局突然响起警报 当他们发现问题时 飞艇已经降低了10公里 他们紧急联系附近的特许局成员 但没有人在飞艇附近 帕克两人即将进入飞艇时 杰克突然发现 有个人正急速接近飞艇 放大一看 司通竟然正好赶上了 当他进入飞艇内部时 帕克从身后飞起一脚 两人很快缠斗到了一起 但凯亚的动作很快 摘下蝶心的瞬间 特许局的大屏瞬间熄灭 帕克也无心恋战 放倒司通转头就出了飞艇 而司通只能在飞艇上拼命追击 终于在飞艇爆炸前一秒 抓住了帕克飞机的云梯 帕克想把他打下去 但司通先一步割断云梯 带着凯亚一起掉了下去 靠着凯亚身上的降落伞 两人有惊无险地降落了 司通及时控制住凯亚 两人朝着附近小镇走去 凯亚给蝶心设置了生物密码 没有他谁都不能打开蝶心 因此当司通问起凯亚的身世 他也没有隐瞒 原来凯亚父母正是被富豪所害 事后富豪还假人假意地收养他 凯亚一直心怀怨恨 他立志要揭露富豪伪善的面孔 司通意识到凯亚本性不坏 于是提醒他不要被帕克蛊惑 这是一辆皮卡向他们驶来 竟是附近镇上的人 他把两人带到镇上 司通偷偷在凯亚身上放了定位器 以防找不到他 到了镇上司通很快发现了埋伏 他本想带着凯亚一起走 但凯亚还是无法信任他 司通一路被逼到悬崖 最终跳入海中才逃脱了追捕 他又到岸边被特许局同事救下 同时特许局高层也开始了紧急避险 他们通过司通留下的定位器 追踪到了帕克一行的位置 特许局中的梅花国王立刻开始行动 而凯亚看着帕克的人杀人如马 一时间内心也动摇了不少 但依旧跟着帕克回到基地 帮他安装好蝶心 他看着蝶心搜罗出的富豪罪行 心中很是兴奋 但帕克明显对他的目标性质缺缺 帕克安排手下攻击方块国王 听到他的攻击计划凯亚大为震惊 他从未想过帕克口中的改变世界 竟然就是为所欲为地杀人 紧接着帕克下令 他们开始攻击斯通所属的红桃部队 一时间红桃一行人都被关在基地 同时基地停止攻养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小时了 红梅国王先行到达目的地 眼看着帕克有条不紊的布置一切 凯亚终于忍受不了 强行关停了蝶心 同一时间斯通也赶到了现场 凯亚给他打来电话 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帕克的陷阱 斯通赶紧通知红梅国王 但这一切都迟了 红桃那边通过有线电话联系到斯通 双方互相交换了已有信息 现在斯通就是唯一的希望 只见他翻身上了摩托 一路朝着凯亚告知的地点赶去 当他赶到时 凯亚已经被帕克逮住 他是唯一能启动蝶心的人 帕克只能用枪威胁他重启蝶心 还好斯通及时赶到 凯亚趁机用蒸汽烫伤了帕克 斯通上前和帕克打成一团 但一路奔波的斯通明显体力不支 很快就被帕克控制 关键时刻凯亚组装好枪递给斯通 这才结束了二人的缠斗 斯通总算救下了他的团队 一个月后斯通找到凯亚 经过上次战役 特许局同意将蝶心 只用于辅助工具 而把主要决策留给任务的当事人 斯通邀请凯亚成为他的伙伴 凯亚从此也成了特许局的一员 很快斯通就重现在战场之上 这次他的身后 还有两个靠谱的伙伴 2023年最新动作大片 杀手之王 震撼来袭 打戏精彩全权到肉 全程高能无尿点 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始 马克思是一名职业杀手 专业程度堪称顶级 只见他跟随目标财阀走进厕所 面对拦住他的壮汉保镖 直接就是一刀毙命 走进隔间轻松解决另一个保镖 面对求饶的财阀 马克思干脆的一枪抱头 然后拍好照片从后门离开酒吧 紧接着他来到安全屋 卸下伪装后将照片传给组织 再换掉一身行头驾车离开 这时马克思的老板给他打来电话 竟然是要求他明天加班 马克思本想拒绝 因为明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 但老板再三表示 是个很简单的小事 绝对不会影响他的形状 马克思只能答应了下来 马克思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听话懂事 妻子温柔体贴 他为妻子买好了今晚的电影条 约定下班后就是他们的二人世界 马克思刚出家门就得到通知 任务目标在今晚八点出现 于是马克思决定 等完成了任务再通知妻子 马克思到达目标地点 只见他再次确认了目标人物 熟练地跟上他们 想不到他的妻子突然出现 他一下认出了马克思 但酒吧太过嘈杂 马克思并未听到妻子的呼唤 妻子也以为是有什么惊喜 快步跟上了他 此时的任务目标们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 还在愉快地喝酒聊天 可下一秒房门打开 竟然是一脸惊恐的保镖 他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保镖就被马克思放倒 紧接着把一人抱头 再快速放倒一个 受伤的大胡子还想挣扎 却直接被马克思摔到地上 然后徒手掰断了他的腿 不料此时有个帽子男 举着喷子等到现场 马克思只能先躲到桌后 趁帽子男换蛋时 甩出桌腿结果了他 大胡子还想偷袭 马克思直接握倒将他反杀 结束了一切的马克思 却突然听到妻子的呼喊 他赶紧开门一看 却看到妻子身中竖枪 妻子看着马克思 还来不及说些什么 就死在了他的怀里 这事之后马克思一度十分消沉 满脑子都是曾经和妻子的美好回忆 马克思的母亲提醒他 他已经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哪怕为了女儿 也该尽快振作起来 马克思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随即出门来到安全屋 这里整面墙都与妻子有关 他一直在探查 那天到底是谁杀了他的妻子 此时一个信封从门底丢了进来 开门查看却空无一人 马克思打开信封 里面装着一个U盘 打开后是个男人的视频 他邀请马克思参加行动 去暗杀杀手之王 一旦是成马克思就能得到一千万 视频结束 马克思想都没想 直接把U盘丢进了垃圾桶 几天后就是他女儿金伯利的生日 当马克思问女儿 都许了什么愿望时 女儿却说 他希望爸爸能够快乐 马克思一听这话就红了眼眶 女儿懂事地让他心疼 父女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但是马克思依旧没放下妻子的死 那天的酒吧监控 正好缺失了妻子遇害的记录 马克思正为此头疼 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马克思开门一看 来人竟是之前U盘视频那位 他自称罗曼 并且对马克思的情况了如指掌 罗曼不断劝说马克思加入行动 但马克思依旧坚定地拒绝了他 罗曼只能留下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罗曼前脚刚走 马克思后脚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金伯利竟突然病重进了医院 马克思赶到医院时 女儿还没醒来 主人告诉马克思 金伯利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之前并未引起重视 或许是之前的医生误诊导致 现在的金伯利必须尽快更换心脏 否则他根本没几天能活 马克思决心一定要治好女儿 于是他立刻打给了罗曼 几天后马克思如约来到东京 一进酒店就受到了罗曼的欢迎 他带着马克思进入一间屋子 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大家警惕地打量着马克思 罗曼则直接打开了大屏幕 他们的雇主告诉他们 杀手之王就在这栋大楼里 在场欺人之中 只要有人最快杀死杀手之王 就能独享一千万美元的奖金 茂子哥察觉出了不对 这根本是一场认知不对等的比赛 他们对杀手之王一无所知 游戏根本就没法玩 但当他准备离开屋子时 却直接被打爆了脑袋 这下杀手们紧张了起来 他们意识到只要雇主想 他们瞬间就会没命 这时日本杀手阿仁意识到 雇主就是杀手之王德桑本人 听到这话的雇主爽快承认了 他告诉大家 自己组织这一切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现在他们可以回到房间 准备明天的战斗了 马克思刚回到房间 女杀手阿沙就找到了他 两人曾在任务中结为搭档 阿沙也对马克思有点非分之想 但马克思却拒绝了他 并且提示阿沙 屋里都是隐藏监视器 阿沙只能嘟囔着离开了房间 晚餐时马克思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原来是女儿想他了 马克思答应女儿 自己一定会尽快回家 挂断电话他就看见了身后的阿沙 阿沙却突然对他发起了攻击 因为阿沙认为 人越少自己的赢面就越大 但马克思并未让他如愿 几个回合下来很快就反手为攻 他警告阿沙 具体规则还未明朗 他们没必要先自相残杀 但阿沙似乎听不进去 依旧试图攻击马克思 可惜力量悬殊 阿沙再次被马克思捏住了脖子 紧接着被摔到了凳子上 战斗到此结束 晚餐后的众人都在自己房内 各自坐着站前准备 第二天一早 杀手们就被召集起来 罗曼先为他们分发了武器 紧接着德桑让他们抽取顺序 并且按顺序与他进行决斗 马克思抽到了一号 但马甲哥却直接换了他的号码 随后带好装备走出了房间 同一时间 屋内大屏亮起 竟然就是马甲哥所在位置的监控 只见他举着喷子谨慎的移动 但身后闪过的人影 却让他失去了方向 他跟着人影走进一间办公室 但当他冲着德桑开枪 却只打碎了一块玻璃 马甲哥上前查看情况 不料德桑此刻就站在他身后 他一脚就踹飞了马甲哥 即使马甲哥立刻起身回击 却直接被德桑击中了肩膀 他只能就近隐蔽起来 他手忙脚乱地换好子弹 暂时击退了德桑的攻击 但很明显 他这使枪的功夫 比德桑差了不少 只见德桑潇洒地换上弹夹 紧接着踩上噪音机关 马甲哥立刻双耳流血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他举枪闯出 子弹击中了德桑 但他还有防弹衣 这攻击根本不通不扬 马甲哥发现德桑又消失不见 只能发疯般地举枪乱射 很快一个人影闪过 马甲哥的左手被砍了下来 德桑取下面具 按着马甲哥的脖子在玻璃扎上摩擦 最后像丢掉死狗一样 丢掉了马甲哥的尸体 这一局单方面的屠杀 看得屋里几人神态各异 马克思当即提出了赛制的不合理 德桑可以决定比赛场地 还能布置陷阱 这对杀手而言实在太不公平 他提出建议 让大家一起对抗德桑 这样才有获胜的机会 黑格阿莎和阿仁当即同意联合 但大胡子却认为 马克思只是个懦夫 此时德桑也连线到了屋内 面对马克思的话术 本不同意的德桑犹豫之后 还是同意了下来 但他只同意四人结盟 那就是他们必须先淘汰一人 听到这话大胡子直接攻向马克思 他觉得马克思摸摸唧唧的没用 还是阿莎叫停了他们的打斗 原来黑格已经自己走了出去 作为国安局特工的黑格 形势十分谨慎 面对德桑的影响 他并没有贸然进攻 不料德桑却正藏在荧幕后 手持武士刀向黑格攻来 黑格手腕受伤 但战斗力不减 一度打得德桑十分狼狈 但很快德桑就控制了光鲜 黑格视线受阻后 逐渐落了下风 但仗着强大的身体素质 黑格依旧能把德桑按墙上走 无奈德桑不讲武德 拿偷藏的匕首捅了黑格腰子 一顿连击下来 强如黑格也失去了行动力 最后德桑把他脖子一抹 结束了这场战斗 灯光亮起后 场面十分血腥 德桑告诉他们 剩下的人可以一起行动 四人一起坐上电梯 大胡子依旧对马克思多有不满 电梯门一开就静止走了出去 剩下三人出来的瞬间 就被炸弹炸飞 三人分别被炸向了不同的方向 但好在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马克思用无线电联系二人 由于不熟悉大楼路线 三人决定一起往下走 同时清理每层的空间 马克思和阿仁最先会合 却在探查岔路时 被玻璃门隔断了区域 阿莎最先遇见德桑 他身段灵活地挣脱束缚 但到底不是德桑的对手 很快就被踹下楼梯 折断了脖子 紧接着阿仁对上了德桑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遇上了大胡子 大胡子凭借力量优势 一度压着马克思打 就在马克思差点被勒断气的时候 他回忆起了等待自己回家的女儿 瞬间完成了对大胡子的反杀 而阿仁那边也成功伤到了德桑 但就在要完成最后一击时 却反被德桑削掉了双脚 马克思在兵库见到了德桑 他本想进行一场公平对决 甚至主动放下了刀 奈何德桑不讲武德 直接掏出步枪追击马克思 好在马克思藏身的地方 正巧是个武器库 他拿起双枪就开始了反击 就在德桑准备故技重施 启动噪音干扰时 马克思飞身上前把他踹飞 但德桑还有后手 随着灯光闪烁 马克思也失去了方向 德桑再次出气不意地出现 直接掐着马克思脖子拎了起来 但他毕竟负伤在身 很快就被马克思反制 马克思踩坏了他的控制器 在一个飞梯撞倒德桑 不料德桑拿着碎玻璃 直击马克思要害 但顶不过马克思不要命的紧 就在关键时刻 马克思被枪顶住了脑袋 罗曼制止了他下一步的行动 并宣布了他获胜的消息 原来德桑组织这场比赛 是为了反攻神秘杀手组织 那个组织想要掌控世界 为此德桑才试图通过比赛 来找到自己合适的搭档 他邀请马克思加入 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他 只带走了那一千万美元 几个月后金伯利全域出院 马克思正陪女儿在外吃饭 此时他突然收到一条视频 竟然就是妻子遇害的监控 他连忙支开女儿 德桑告诉他 杀害他妻子的人就是他的老板 而他老板也就是杀手组织的人 而妻子会出现在那里 是因为老板复制了马克思的号码 在纪念日约他妻子到任务地点 紧接着德桑再次询问马克思 是否愿意成为他的搭档 这一次 这个大叔在退休后还被老情人找上 直接亲切地送上一发子弹 只因为他之前的工作是一个中情局特工 如今他的工作是为中情局洗白 而不想让中情局眉眉隐身的杀手 便盯上了他 作为老练的顶级特工 即便腹部重担也临危不乱 利用胶带紧急止血后 拿出滑轮绳索飞速降落之一楼 迅速找一个掩体 利用护目镜的镜面 来观察敌人的动向 在种种角度刁钻的设备帮助下 成功拿下一血 至于第二个杀手 则被维尔扔出的安全帽吸引了注意 紧接着 维尔便是框框几下小锤 最后一名杀手 则被维尔托拽着一起进入了脱轨的电梯 而此时 距离维尔接到这项任务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就在不久前 有人冒充中情局特工 一个月内作案三起 而他们谋杀的人 都是外国过来报道 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新闻记者 专项组工作人员凯特 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是 中情局死去的前特工所为 领导和凯特找到了已经退休 如今干起瓦将工作的维尔 听到上司的话语 维尔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他曾经看过维克多死亡的场景 而且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 好朋友维克多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于是他当场就拒绝了这些人的要求 可是到了晚上 维尔就遇到了杀手的刺杀 对方亲口说出了维克多的名字 这让维尔很是心惊 难道这背后策划一切的 真是自己的好朋友吗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自己 难道是灭口 于是在多方压力下 他接受了中情局的任务 跟着凯特一起组成搭档 前往希腊进行调查 期间 他见到了专门提供设备和装备的大佬 接下来的任务 维尔要和凯特扮演一对富豪夫妻 至于为什么是夫妻而不是男女朋友 维斯告诉凯特 他太老了做不了女朋友 这一句话激起了凯特的小宇宙 他直接换上一系红裙 前凸后翘的身材彰显无遗 争一口气的凯特亮丽动员 而经过大佬的改装 一辆动力十足的汽车停放在二人面前 上面竟然还有雷达探测器 只不过大佬提醒维尔 这汽车上没有安全气囊 一定要安全驾驶 穿得过于清凉的凯特被冻得直打喷嚏 维尔去提醒他 不要把鼻涕擦在车上 二人一路来到高档五星级酒店 在凯特洗澡时 维尔找到了一个叫太一的中情局特工 他曾经是维克多的上线 所以维尔想通过太一这里 取得维克多的更多信息 太一告诉他 维克多已经死了 如果想要勘察消息 可以找以前的小混混 如今变成大款的斯腾 而发达的斯腾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意气 对于曾经的好朋友 他丝毫不给面子 而重金雇佣的保安 也对他虎视眈眈 维尔用实际行动证明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直接啪啪两锤子 再加上一拳一个小朋友 直接干费了斯腾的安保系统 而对于这独特的风景线 其他人见怪不怪 毕竟每天都能看到好几起 于是他们依旧在舞池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维尔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没想到这帮人手里会有枪 也真是奇怪 在自由美丽间 他居然想不到别人手里有枪 好在搭档凯特及时赶到 而在离开前 跟踪器已经被其放到了斯腾身上 维克多之前虽然是希腊和俄罗斯黑手党的中间人 但实际上是中情局的特工 在执行任务时 俄罗斯黑手党杀了维克多的妻子和女儿 从此维克多变得疯狂 他开始追杀任何参与自己女儿死亡的人 这也是中情局派维尔铲除维克多的原因 而维尔以为自己做到了 只是没想到维克多居然还活着 而此时 维克多开始狮子大开口 向中情局以及背后的政府 索要价值1亿美元的比特币 否则他手底下进行的刺杀行动就永远不会停止 而斯腾在维尔的跟踪下 确定他与维克多有过合作 于是趁着没有人 维尔和凯特一起潜入到斯腾的别墅去寻找现场 很快 靠着老练的经验 维尔找到了一个暗格 里面是被刺杀记者的电话 同时还有下一个目标人物的新闻信息 而此时 门外的保镖发现了别墅内的异动 维尔和这个大汉进行贴身肉搏 尽管凯特和维尔两个人 一时半会也拿不下这个镖形壮汉 甚至二人还负伤不清 最后靠着自己随身带的瓦弓铲子 一把插入对方的大动脉 这才转败为社 与此同时 提供设备与装备的大佬告诉维尔 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目标人物的具体位置 而目标人物也正在附近 等待着维克多的出现 就在这时 人群不知道为什么没来由地骚乱起来 他们几人想要会合时 维克多打来电话 他告诉维尔 说多谢当初的救命之恩 原来在维尔领取铲除维克多任务后 他不忍心下手 就放走了维克多 只不过他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好朋友要滥杀无辜 维尔一边打电话 一边找着维克多的身影 却不想维克多狡兔三哭 竟然找人假扮自己 此举扰乱了维尔的视线 而真正的他已经对目标人物下手了 甚至还从容地扔下一张照片 等到三人会合时 维克多早已骑着摩托车逃跑 拥挤的人群 也为维克多提供了逃跑的便利 现场凶手遗留的包里 有一个损坏的平板电脑 不过好在主盘还能访问 而维克多留下的那张照片中的人 身份可不一般 正是古巴驻联合国大使 所以维尔觉得维克多一定和中情局有联系 因为死的这些人 都是中情局重点的打击对象 甚至就连领导 也有可能在暗中和维克多合作 这时 领导打电话给凯特 凯特这个猪队友根本不相信领导会叛变 直接把他们的猜测告诉了对方 而毫不意外 这次记者被杀 又是中情局背锅 此时泰医找到维尔 他按照领导的安排来帮助调查 可是谈着谈着 他们就谈到了床上 第二天 泰医从一些视频中 追踪到了曾经的IP地址 为了预测维克多的下一步行动 他需要维尔获得的那个平板 不过男人却不希望太医被牵连进来 而且 他没能拯救维克多的家人 如今 他要去救维克多本人 回到宾馆 曾经的搭档凯特却用枪指着他 这个指掌头发不长脑子的女人 认为维尔和维克多有联系 下一秒 这个中看部中用的绣花枕头 就被维尔夺走了枪械 至于他和维克多的联系 维尔会在路上向凯特解释 二人刚来到大佬的住址 却发现这人已经被虐杀致死 甚至身上还有一包未引爆的炸弹 此时 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陷阱 在维尔和众多杀手拼命搏杀时 猪队友再次凸显了他的价值 只见凯特竟然被杀手抓住 面对还在自我感动的猪队友 维尔直接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 不要妨碍自己的工作 不要再破坏自己的计划 而下一秒 他直接把未引爆的炸弹扔了过去 然后一枪点燃 整个包裹爆炸 维尔显之又显得成功脱险 此时 中情局已经同意了维克多的勒索 准备付出一亿比特币的代价 只不过 这次交易 维克多指名道姓让凯特前去 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维尔 又被领导再次踢出了中情局 不过维尔并不会善罢甘休 他在交易地点附近堵住了准备交易的凯特 并毁去了中情局全部的监听设备 然后代替凯特 来到了交易的房间 随着U盘的插入 转账开始实时进行 此时 维克多通过视频聊天告诉维尔 他的目的是要向全世界公布中情局 以及背后的政府到底在谋划什么 比如 曾经为了去除竞争对手 中情局派特工维克多暗杀希腊外交部长 只不过被当时的他拒绝了 结果他的家人受到了牵连 而这一次 他会以中情局的名义 继续刺杀外交部长 到时候 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不可能爆发 维克多认为 既然自己已经没有了家人 那么其他幸福的人 就要为自己的家人陪葬 转账成功后 维克多立刻关闭了视频 此时房间的大门也被关上 至于桌子底下 正有一个已经倒数到20多秒的炸弹 他立刻把桌子推到墙壁 同时告诉凯特 维克多就在附近 刚说完这句话 炸弹就爆炸 而在一旁守护的维克多 开着车想要撞死维尔 这时 凯特开车过来接应 他们死死咬着维克多的车辆 也理解了当初改装时 为什么没有安全气囊 就照他们这种开法 估计安全气囊能蹦出一千次 不顾一切的维尔撞翻了维克多的车 可是车里的人早已经没有了身影 而在远处的广场上 希腊外交部长正在进行演讲 谴责着美国政府的无法无天 而此时 维克多顶着一连血 在其他记者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用机枪瞄准了外交部长 他这次要动用自己的大锤 只见维尔锤起锤落 砸弯了维克多站着的铁架 这也让他射片 而维尔却被赶来的警察枪击命中 不过好在被救了回来 在维克多的笔记本电脑里 那一亿美元的比特币已经被转走 至于维克多的宣言 他坚称自己代表中情局 来杀死外交部长 出院后的维尔找到太一 却发现他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唱片机播放的 正是维克多曾经送给他的唱片 原来 太一才是中情局的叛徒 他把这些重点打击对象的名单 告诉了维克多 而那一亿比特币 如今也在太一的手上 如今 处理他的人就在楼下 维尔立刻把简易炸药放进烤箱 然后躲到阳台 随着一声爆炸 维尔被震到了龙下 而太一看到维尔还活着 打算开车撞死他 好在凯特及时赶到 借连三枪 击毙了这个策划了一切的幕后黑手 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恶霸 当地老大为了扩展商业版图 强迫业主转让住宅所有权 然而对方坚持不允 男人眼见和平谈判不成 于是恶从胆边生 即刻嘱咐马仔动手 将业主父亲拴着绳子 连人带坐从帐巴高楼摔下 顿时整个小区惊慌一片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意大利黑手党 他们公然为非作歹 难道就没有警察管制吗 不要着急 接下来的剧情会告诉你答案 退伍特工老单计划执行任务 凭借过人身手 迅速将一伙藏匿酒庄的毒贩解决 收拾行装正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外车上还有老庄主的孙子 男人心软不肯对小孩下手 示意他赶快离开 其料好心没好报 男孩转头开枪射伤老单 老单挣扎瘫倒在地 依旧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 坐着渡船越过大海 一路挣扎强撑 最终晕倒在阿尔塔蒙特路边 幸运的是执情的陷阱急要路过 将他送到恩佐医生家中救治 终于捡回半条命 伤重痊愈后的老单 又急着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他打电话给中情局财务组的卡拉 以匿名人的身份 告知卡拉位于西西里的酒庄 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他们已从叙利亚进口红酒的名义 大量窝藏毒品和赃款 卡拉在电话一头反复试探 确信对方并无虚言 于是紧忙出动大批警力 前往阿里亚那酒庄 经过搜紧发现这里果然暗藏乾坤 在那里发现了数吨的禁药 以及上百万元的美钞 根据上面的标识确认 这伙人还与圣罗兰武装分子有牵连 然而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酒庄满地尸体堆夺 却与勘验的现场指纹无意符合 女警卡拉头脑清晰 根据所得信息 迅速推断出这里涉及洗钱 以及网络盗窃 还根据酒庄以往产出频率 认定这是嫌犯运送的第四批货物 可是他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什么人敢以身犯险 告知他内中详情 老单身体逐渐康复 在这养伤的过程 被这座小镇的人文风情所卢染 警察急要为他守住枪伤的秘密 医生恩佐对他更是无微不至 就连咖啡店的服务生 都会为他奉上一杯可口的意识拿铁 几乎人人都很热情和善 除了那些耀武扬威的黑手党马仔 这天他准备不辞而别 却听见对面的鱼肉店发生动静 于是向前探头观望 原来是马仔正向店家讨要保护费 然而耿直的老板执意不从 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老丹看着远处的十字架 劝解自己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马仔杰克得手后 又嚣张地警告店主今后不要再惹毛他 否则下次就是人头落地 老丹将拐杖架在脖子上 驻足远望着这群强盗飞速离开 脸上显现着若有所思的神情 于是选择留住小镇几日 或许能帮这些可怜的居民出头 次日鲜鱼店就莫名发生了一场火灾 店主歇斯底里也没能挽救损失 周灵竞涉眼见无能为力 警察吉奥却为了伸张正义 积极调取纵火案的监控录像 查到了关于马仔杰克的车牌号线索 其料警察局有黑手党内应 此时很快被马仔得知 第二天杰克带着一伙人 乌洋洋聚在吉奥家中 一番言语挑衅后开始拳打脚踢 双拳中男敌四手 吉奥很快被打得半身不随 紧接着对方用枪抵着吉奥女儿 威胁他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就当着他的面崩了他 接着画面一转 面目阴狠的黑手党老大从教堂出来 碰面当头就要求首席小弟杰克 对当地的镇名继续进行施压 他还有更宏伟的蓝图建构 度假村 酒店 赌场他要一一实现 杰克老弟也不得不从 但认识到任务监局 需要拉拢团队人员 于是早上那天被他暴揍的警察吉奥 将从索马里海盗手中雇佣传支的差事交易他 可对方战战兢兢 漠然不应 准备动手逼迫对方就范时 转头只见老丹眼神英智 杰克前几次就被对方眼神震慑到 但这是他的地盘 岂能容他人得意忘形 这次定要给他下马威 于是调转矛头坐到老丹跟前寻衅 没想到这次碰到了硬钉子 老丹言语轻慢说不想难为对方 杰克仗着人多势众 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老丹问到他的手表牌子 杰克应男人的要求亮出万表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 对方先发制人 迅吉将其抓住反简扣在墙壁 他按住杰克的正中神经线 几个手下登时从座位弹跳起来应对 结果杰克疼痛男人哀嚎起来 并示意小弟们吉克撤退 对方也只能听同命令 老丹守法娴熟稍稍改变执法 就让杰克疼痛急速更上一层 接着老丹又让杰克交出手枪 然后再勒令他离开 杰克被当众羞辱 以他混迹黑道的马仔秉信 岂能不筹划计算报仇 回到半路的他立马派出一名小弟去开货车 可不知怎么回事 开货车的小弟疯了似的 突然冲着他们的方向过来 两名龙套小弟当场身亡 而另一名小弟还未及反应 转头就被酒瓶砸穿脑袋 杰克见其杀人手段致灵力赎滑 站立地举出一把匕首 采取以弓为首战略 结果刀刚举到半空 就被对方拦腰截住 措骨分筋咔嚓一响 将其手肘瞬间分离 然后撤住杰克握着匕首的手 对着他的胸口反复补刀 最后再痛快一刀封喉 老丹如杀神附体般 丝毫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不到几分钟时间 便将一伙人杀得倒地一片血泊 第二天尸体被警方发现 身体惨状不忍直视 警察除发现尸体外 从他们车上还查到了 酒庄同款毒品 老丹猜出禁药的幕后黑手 于是致电卡拉让他小心防范 特别是提防黑手党老大文森特 卡拉听完消息正上前准备搭车 不料马路上的连续几辆汽车 忽然发生爆炸 将卡拉顿时炸了个人羊马翻 卡拉来纳布勒斯大张旗鼓调查 惊动当地跟黑手党 有紧密关联的警局局长 老大文森特得知那边卡拉步步紧逼 于是一步做二步休 准备定时炸弹埋伏在其途径地点 幸好老丹及时打来电话 延宕了几分钟 卡拉才得以无大碍 同时文森特通过人脉关系 知道首席小弟杰克之死的真相 于是气汹汹带着一伙手下 围剿阿尔塔蒙特小镇社区 把涉及到的警察吉奥一家提到街头 对着团团围观的居民大喊谁是凶手 见没有人承认 文森特气不打一出来 朝着吉奥的耳朵开了一枪 起杀机警猴之笑 告诉如果还没有人出面自首 将会把这个小镇屠戮殆尽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人影中嘻嘻苏苏传来一个声音 正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老丹 说是他亲手杀死了杰克一伙人 有事冲着他来 跟吉奥一家人无关 而且他笃信基督信仰 敢一人做一人当 只要他答应放了其他人 他就自愿缴械任他处置 就在他依照约定放下手枪 文森瞄准准备将他击毙时 空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 原来是恩佐医生朝天开了一枪 阻止了文森特的行动 围观的群众不知哪里生出的勇气 一股脑冲上前去与文森特对峙 有的人甚至拍下了这群恶寇的罪证 手下人提醒文森特 警察马上赶到 文森特见情形不利 出声咒骂 然后灰溜溜选择撤退 小镇居民对那番发表心有余计 可作为超级英雄的老丹 万万不会让居民遭此栽殃 文森特回到别墅后 与手下花天酒地压压惊同时 又讨论了老丹此人的来历 但对方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 他们可找不到他的半分行踪 但这一切都没什么关系 今晚过后明天只要他动动手指 就让这群人连带着祖宗十八代灰飞烟灭 说完吩咐其他小弟充当警卫 自己则在150平方的大床上呼呼酣睡 暮色似合 鸭雀无声 豪宅外边稀稀拉拉几个人戒备 此时大门外的豪车无故发出声响 小老弟听见动静 忙赶上去探视一番 却也没发现异常 以为是汽车哪个系统出故障了 于是转头点烟 结果老丹出其不意 从其背后将其直接嘎掉 接下来的操作如武侠片即使感 先是透过窗户用消音器的手枪 一举击毙穿着衬衫的大厅警卫 另外三人还在楼上的会客厅打拍谈笑 不巧别墅电路发生故障 三人未发现其身影 便在暗处一一被爆头射杀 巡逻总管打开电脑查看录像 眼睁睁看着老丹从背后发动袭击 倒闭后血液弥漫整块琉璃板 又有另一位小弟听见动静 忙举着手枪盘挪步子查探 起料看到背后插着刀子的总管蹒跚而来 似乎是向对方求救 同伴上前帮忙 又是同样的背后偷袭招数 此人立刻被老丹勒住脖子 三两下的功夫 严密的警卫系统即刻崩盘 文森特睡意不稳 脸上低下天花板上的血滴 他立刻着荒式地爬起来 起料天花板直接爆破 连带着人一起摔下来 差点正中他命门 文森特惊慌失措 一边出声呼救 一边在几个房间周转 不见人回应 只见满目狼藉 横视遍地 光影隐隐绰绰 让他以为四周都遍布埋伏 于是对着几尊雕像无能的狂怒发飙 老丹趁他心烦意乱之急 将他一把磕倒打昏 待文森特醒来后 只见他脖子上圈着细细的铁丝 嘴里止不住地吐着白色咸叶 原来老丹为了他在市场中贩卖的禁药 一次喂下的药量足以要他的命 现在他只有六分钟挣扎的时间了 此刻老丹心里横生出一股 细耍动物的恶趣未来 想要看他在临死之际地挣扎狼狈 于是剪开他的束缚 文森特无助地超前辆枪爬着 老丹则慢悠悠地跟在后边 半途中被一辆飞奔过来的汽车撞倒 可他仍不死心执意朝前爬 直到药效发作毕命在水果摊变 这边是死亡笼罩头上 恐惧又无能为力地挣扎求生 而另一头城镇居民正举行着 圣母玛丽亚的献花仪式 事后中情局和警方很快将涉案的 黑手党一网打尽 女警卡拉成为了此案的功臣 老丹大神前来看望他 两人寒暄之余 卡拉还是忍不住问道 他是怎么发现酒庄那个犯罪窝点呢 原来老丹所执行的任务 不过是出于私人目的 仅仅是为了追讨一位叫皮特的老人 因网络诈骗而被套取的36万美元退休金 然而谈起两个人的渊源 也不过是搭乘过老皮特出租车这样的小事 但老丹作为一个路见不平的特工英雄 这些别人看似一只半截的事情 只要涉及黑暗与不公 他都会去克尽职守 伸张正义 影片结尾 老丹不打算回美国了 决心在这个小镇度过余生 他喜欢这座城 更因为这里住着一个人